我們再講一下這個420的引擎煞車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他下坡 他引擎煞車的那個拉力 會慢慢的給你拉 其實現在這個陡坡很陡 陡坡很陡 他比較順暢 慢慢的拉 他那個 他那種引擎煞車的頓挫感 比較沒有那麼大 比較順 所以他這台車 IE420這台也會配有引擎煞車 我弄給大家看 他引擎煞車都是慢慢的拉住 吹點油門 好放掉 我們整個這個床下坡 你先不要動 煞車煞住 我們這坡還蠻陡的喔 但是他就是 他還是有那個力道 而且是 不會用啦 會有很大的頓挫來放 所以安全性蠻有的 吹油門 回油門 他的頓挫力道也不會很大 所以他 他也有他一定的安全性 所以整路 像馬用的這樣下坡 有按煞車嗎 沒有吧 他沒按煞車 下坡還是穩穩的 速度 不會太快 很安全的 我這個覺得說 買一台車也要考量一下說 他下坡的安全性 這台車 下坡也有引擎煞車 還要放油門 他就是這樣 抖抖 不會說 很煩惱說 你一個山路 很有危險性 在台北 還是說 動皮用得很兇 這台車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 他的引擎煞車 感的那個頓挫 頓挫度不會很大 不會說放油門 是把你拉住 班辣很大 他是緩緩的 所以 吸起來整個感覺很順暢 最後 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 山路上 柏油路 跟山路上 七層的感受 最後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做最後的分享 第一 他上下坡 有引擎煞車 第二點 他引擎煞車 他頓挫感不大 不會說 很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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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勢的 所以說 他在地板 有一個好處 我們 高速在轉彎上面 你像我 年輕人 你站在路 車速都會比較快 他這台我告訴你 這個 底盤的第一 就是好處 你像我們挖車 有什麼地板 要改革 車會載 方向盤的指向性非常好 彎拿就彎拿 不會讓你覺得 車會側緊 不會 那種感覺 你如果有在 搶車就知道 地板 降機 修理車跟轎車 開起來的感覺 就不太一樣 那這台搬運車 就好像是轎車的 那一種 功能 但是他又有 四人傳動 可以使用 所以說 這個 多功能性 你要 你不要讓他走近 要再知道這台 真的有 符合 這樣的 這樣的 功能性的需求 但是 我也要說 這台車 因為他底盤 高度不高 你如果要去 off路 要去 人家的掛斷 去撞 或是 你那個 落差很高 你不設定 就要搭到 樓梯 這是 要跟大家分享 除了說你 要去 說去 撞車頭 去 浪產 很浪的浪產 還是說 車頭 要去 off路 就是要去 越野 不 90%以上的路 這台車絕對 都可以 克服 跟 使用上 都會 蠻安全的 底盤低 轉向性 好 再來是 又有 上下坡 又有引擎 煞車 但是就是說 在整體的價格上面 它的售價是在19萬 但是 我說啦 TGP的引擎變速箱 跟那個 光是這個 多 多那7000塊 或是多那1萬塊 多那1、2萬塊 我覺得 對一些客人而言 你可以想看 值不值 再加上說 所有的 它做工的精緻度 跟再加上 除了這台車有水冷以外 又有 又幫你用油冷 又有機油冷卻的系統 所以在這個整個 造車的工藝上面 你如果覺得 你的搬車的 使用上 手錄也有在用 它這台原子棟 背底也有在用 它這台搬車 曬起來很穩 要載10 它稍後也載10 載500公斤 這載越重 這台車很多 越輕 還有四桑 所以說在 各地使用 全世界有名的引擎 TGP的引擎 所以整個而言 這給大家參考 這個 IE420 這一台 我們日農公司 最新發表的 四乘車 最新發表的 農地搬運車 四乘式的 這給大家分享 這兩天 還會做一些測試 因為最近 防疫期間 還有 再水的需求 在 來 試試看 我們來載300 水 這台車的穩定度 跟它 賽車的感覺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 大致上先 偷偷的介紹到這裡 它有更多的特色 還有什麼 一些 其他 其他一些 它 沒講到的地方 日後我會再來做補充 謝謝大家 我們來做補充 需要做補充 器 支架 需要來做補充 social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